最新一期 嗨 大家好我是豬欸 歡迎收看最新一期 嘴攀 V8 那一定會有人好奇什麼是嘴攀 嘴攀就是用嘴巴攀岩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來看一些攀爬的影片 來教大家要什麼攀岩 OK 好那我們來看第一部影片 好 那我們第一條路線呢 是這個V3的部分 它這個起攀起來之後呢 它這邊就會接兩個手點 那因為我記得在爬的時候 那個左腳的位置 不是特別好踩 所以在一出手其實會有一個 比較強的開門的力量 好 像這裡會兩手搭住 那這時候左手就要稍微轉一下方向 再往上 利用右手側拉 讓它讓身體撐起來 好 這時候比較考驗你的 手跟腳同時發力的力量 要輕輕地站起來 我覺得這一步是比較難的 因為你的右手會非常刺肩膀 推住之後要旋轉重心往上 那玩盤就沒什麼問題 所以我覺得右邊這個腳點 其實不太需要 或許抓到之後也可以過來平衡 OK 好 好 接下來第二個是他們的 斜牆 也是V3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起攀的部分 算是沒什麼難度 好 最難的應該是 左手的這個指令 因為它非常淺 大概是一個 半個指斜到一個指斜左右 這部分最難 然後也考驗你的腳法 左腳的位置 跟右腳 要輪流踩上去 好 就是這裡 這裡呢 我當初的想法是 抓到之後 踩高 然後再把右腳 踩到你的 右手點上面 但是呢 我覺得有一點太急 所以 我這時候 會嘗試想要做這個動作 但後來發現 欸 玩盤好像伸手就到了 一伸手 就中 OK 所以 玩盤的部分 比較考驗你腳法 你基本上腳踩的穩 你手分抓住 應該就沒什麼問題 OK 這一條也是 沒什麼難度 OK 好來我們來看第三條 第三條是他們這個斜板 他這個難度是 V4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起攀之後呢 我們會接一個 右手的 側拉 但 這個 側拉之後 因為他左邊 又也是一個倒拉點 所以在倒拉的同時 你的左腳先踩住 先平很好 然後 點半出手 這時候呢 右腳剛好踩上來 那就準備要起跳 但 我的爬法可能跟大家 比較不一樣 大家 大家在爬的時候可能是要 雙手一起跳出去 但是 我覺得 好像 單手就抓得住 所以 就沒有 飛這麼多 對 反而 反而是這裡 所以 準備要 左手一起上來 match的時候 可能會有點開門 這時候才會有一個 比較甩大動作 最後完攀再接一個側拉 就結束 OK 好 這條 這條 也還好 因為 點都蠻大 都蠻好抓 只是他動作比較大一點 對 所以對 對 刀份的男生來說 其實都不會是太大的問題 好來我們來看 第四條 好 第四條 是 這一次 覺得比較 好玩的路線 好 它 起攀之後呢 會先接一個 大概一個直接的 手點 然後你的 左手要來抓箱子 那 這邊有個很重要的是 你的右腳啊 右腳的位置 要記得 勾好 要勾好 下面那個 倒拉點 如果沒有勾好 你可能 抓到的瞬間 你可能就會開門 掉出來 所以 在勾好的時候呢 腳踩高 再連續出兩個指洞 這時候踩住 剛才那個直接點 直接 交叉 出手 這邊會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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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會看到 你的兩手肩膀會非常容易這樣撐住 但 還好 兩個點都算蠻好抓的 好 接下來這裡呢 我本來呢 是想要 讓我的右腳 抬到上面的地形上面 但是 發現有一點 有點擠 所以 還是一樣 伸手就抓到了 那我也沒有辦法 好 抓到之後 我就右腳再上來平衡 就結束 這一條 V4我覺得 蠻好玩的 蠻好玩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第五條 第五條 這個算是 比較簡單的V4 它 全部的點 都算蠻好抓的 那它是搭配著 sloper 跟一點點紙幣 OK 好 旗盤呢 我們是接 好 旗盤呢 我們是接一個 sloper的部分 這時候呢 比較 出手的瞬間 出手的瞬間 你的左腳 要來 掛腳 那掛腳要幹嘛呢 放開門 因為你如果抓到的瞬間 然後你的 右腳 的腳點位置 這樣 一直線的情況下 你可能就會往右邊 甩開 所以 左腳就很重要 你如果沒有踩 你可能就會開出來 好 有沒有 頂住了 好這時候呢 右腳再踩一個 算是蠻爛的點 所以你搭住 sloper之後 你就可以上去 好 這時候再接一個 小子一點 身體 來做你的 三腳平衡 做一個 三腳平衡 再出手 完攀呢 一樣 再掛一次腳 就可以完攀了 一樣 這個掛腳的功能就是 放置你的身體 甩出來 OK 這一條V4 我覺得難度 算是蠻平均的 有sloper 有掛腳 有一點指令 還OK 好玩 接下來我們來看第六條 第六條 它的難度 是V5 那它的動作 是設計一個 連續的 斜條 跑跳 它的起點 它的起點 大概是 一個大口袋 然後腳點位置 都給的 還不錯 那上面呢 會讓你 抓兩個 stopper 然後接兩個小點 然後最後 完攀 OK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動作 好 這邊我選擇 飛出去的動作 是用二段跳 什麼二段跳呢 就是 就是 我藉由 右腳踩起點 左腳往前 然後增加它最大動能 連續跳兩次 到 左腳這個位置 來 我們再看一次 踩 踩 然後抓 那這邊有一個比較細節的部分 是 你的右手呢 要先來推一下 推一下 地形 比較大的地形 推住之後呢 剛好有一個向上的力量 抓到 左手點之後 右手再 轉過來 倒拉 然後做一個 煞車 好 來我們再看一次 飛出去 兩段 OK 那後面呢 我覺得 難度 還行 就是 小點抓得住 那 焦點乾彩 就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完攀 的小點 不難踩 但我調整的有點久 調整有點久 因為那個 最後的彎盤點 它也是一個小小的 Slocker 小點Slocker 比較不好處理 好 那這條V5也是 我這次覺得 還蠻好玩的 協調動作 所以大家 大家有去願意的話 就可以試試看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 第七條 第七條 我覺得這是 最好玩的 Snap路線 就是內傾路線 那這條路線呢 它難度是V4 我現在看一下動作 好 那我們來從頭看一下 它的起點呢 是一個刀拉的地形 然後配上兩個三角形 那上去的瞬間呢 你有兩個辦法 第一個呢 就是像我一樣 我是直接用動態跳上去 然後直接身體做平衡 另外一種 那天現場 那天現場 就有人是用推撐的 就左手推出地形 然後把身體壓上去 就兩種我覺得 有好有壞 就各有它的優缺點 那我自己比較喜歡動態 是因為我比較省力 比較不會在前面就把 手皮啊 粉啊 都消耗光 所以我會選擇 用動態上 好 這裡呢 算是我覺得蠻細節的部分 就是 在上面這顆手點啊 它其實 右邊的部分是好抓的 然後上面是一個 算是sloper 那 在 在腳點也 不太好的情況下 你如果想要讓 左腳實力站起來 我的方法是用右手 去搭住那個sloper 然後左手呢 來反拉 變成一個夾的力量 然後把身體 站起來 好 到這裡之後就 沒有什麼太大的難度 這邊 記得 我有補一下粉 然後腳踩出地形之後呢 這個部分 這個腳踩的部分 我其實 調整了有一點久 因為一開始一直 踩不到左邊 的那個 小腳點 我本來是 膝蓋是 朝右 但是朝右發現 其實 怎麼蹲都蹲不太下去 所以後來 朝左之後呢 反而就可以 可以做這個動作 我現在蹲 踩住之後 右手再來抓兩個 直立點 好 這樣就完盤 對 這條路線 我覺得很 很值得 大家練習 就是你可以練你的腳法 身體的平衡 然後身體的控制 還有一點點直立 還不錯 好 我們來看 最後一條 V6 來看最後一條V6 那這一條路線呢 沒有爬完 但我覺得這條 以V6來說算是 偏簡單的一條路線 好 我們先一樣 來看一下動作 好 這一條前面呢 它是 大概是一個 一個指節左右的直立點 然後配上兩個腳點 那這邊呢 我是選擇用 在抓這個長條的時候 我是選擇先用 倒拉的方式 那上來 它就會變一個 比較好的 好的抓法 好 抓住之後呢 這邊我覺得 有一點用力 因為這個收點啊 其實沒有特別好 它是一個平的 然後大概 一個 一個指節 左右的 小手點 對 好 這邊 會比較難出手 因為呢 你的手跟腳 距離 比較近 然後高度也比較近 所以在高低差 沒有這麼大 情況下 你要出手 其實非常吃你的 左腳力量 跟兩手 的瞬間爆發力 就踩出去 好 那這邊呢 我的 爬法是選擇 用Flag的方式 讓我的 右手可以先過來平衡 然後再把右腳解掉 好 解掉的時候呢 出左手 可是抓 其實到這個位置 很多人 它都是直接衝完攀 但是我 爬到 後面的時候 就 也沒有剩太多力氣 所以我是選擇先來 打一下 摸摸看 摸摸看 然後後來就發現 哇 沒力了 就掉下來 OK 好 那這條路線呢 我覺得 蠻適合練習的 就可以練習 整個 你的 身體的爆發力 今天我們的最判的一把 就是 差不多到這邊 你如果 有想要我 幫你分析影片的話 也歡迎在 下方 留言投稿 或是直接傳訊息給我 也OK 我可以幫你看一下 你的 哪個部分 可能是可以 再做修正 或是有哪裡是 可以 爬更好的 那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